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他将与主席佛罗伦蒂莫进行会面,并试图劝他放自己离队,莫德里奇想要去尝试新的挑战,而他认为国米能帮助他在意大利取得不错的成绩,因此想要转会。 他的经纪人也刚刚在米兰城,处理完自己科罗地亚同乡福尔萨利克的转会,这将有助于他们尽快与国米达成协议,而此前卫认为要加盟国米的比达尔,现在已经在去尔巴萨的路上, 这使得国米更想要签下莫德里奇,虽然国米还有一位被选,但只有在购买莫德里奇失败之后才会公布,有意思的是,如果转会真的成型,西班牙税务局将功不可没, 此前西班牙税务局已经对摩迪的税务问题展开调查,这可能让他面临着100万欧元的罚款,而因为意大利的金税罚,他可能不会向国米索要更高工资,只会希望你在黄马时食品而已,大概会在900万欧元左右。